以往说到 Ferrari 你并不会把它和 Hybrid 做任何的联想 但是后来 Ferrari 就发表了 La Ferrari 这款混动超跑 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台 PHEV 对 没有错 它是 Ferrari 首款擦电式混动超跑 强劲到让它成为一台 Hypercar 它就是 S790 转达里 SF90 Stradar 类这个车名其实是有含义的 其中 S790 的 S7 代表着 Scuderia Ferrari 赛车队伍的缩写 至于 90 则是成立了 90 周年的意思 至于后方的 Stradar 在意大利文里面是街道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其实是一个街道版的赛车 它的性能超越了像 Enzo 还有 La Ferrari 这些经典的 Ferrari 车款 也同时写下了 0-100 和 0-200 的加速记录 重点是它并不是一辆限量车 也不需要特别的资格才能购买 它是一辆真正的量产车 并在 2021 年就会正式交车 那这个 S790 Stradar 类其实是 Ferrari 全行定位的一款新车 比这个 812 Superfast 还要定位在高 算是目前 Ferrari 里面顶级的一个车款 在外形设计上 S790 Stradar 类也可以用 蛮不 Ferrari 来形容啦 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些 Ferrari 的经典元素 像是原自 360 Modena 的中后置引擎配置 还有原自 Bernalita 量产版的车身比例设计 而在这个车身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许多导流的设计 都是完美地融入了这个车身里面 所以看起来就稍微比较低调了一点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头灯柱设计 很前卫的感觉啦 包括这个三条线的这个日行灯 这个也是很 Ferrari 感觉 然后下方这一个部分呢 是真实的一个导流口设计 加上下方的这个大型七八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霸气 很运动化的感觉 这台车的车身其实大量采用了这个铝合金 还有就是这个碳纤维的打造而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减重 而在我身旁的这台车呢 它其实已经是选装了这个 Assetto Firano 的套件 它采用了碳纤维的门板 还有 Underbody 以及 Titanium 钛合金打造的排气管和弹簧 还有就是 GT 赛事规格的 Multimatic 避震器 这些东西呢成功减重了 30 公斤 那据我们所知这个套件的价格为 60 万令吉 除此之外呢这一辆实车它还另外 加价选装了这个 20 寸的碳纤维轮圈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 Carbon Fiber 的这个 rim 那当然它的原因同样是为了减重啦 除此之外呢这一台车它也因为是 这个 Assetto Firano 的 Package 的关系啦 它用了这个 Michelin Pilot Supercut 2 的这个性能态 前方的这个尺寸呢为 255 35 而后方呢只是 315 30 还有就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刹车系统呢 也是已经选装了这个 Carbon Ceramic 的刹车盘 搭配这个来自 Brambo 的大六活塞刹车卡钳 这个刹车卡钳的颜色也是可以自行选择的 在车尾的部分呢我也是觉得这一台 Assetto Firano 的设计 是蛮前卫丝贸的啦 首先我个人就很喜欢它的这个方形的立体式 尾灯设计这个看起来 辨识度很高而且很帅 那上方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 Spoiler 呢 它能够在 250 公里的时候 产生高达 390 公斤的这个下压力 但是最厉害的还是在下方的这个扰流器呢 它有一个被称为 Shut Off Gurney 的电子扰流系统 它能够在各种驾驶情况下呢 自行改变形态 来提供适当的下压力 打开引擎盖我们就可以看到 躺在里面呢是一具 4.0L 的 V-bar 双污轮这样的引擎 这具引擎基本上是和 488 Pista 还有这个 F-bar 全部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 SF90 Stradale 身上呢 它是经过了改良 像是加大了这个容积 还有在那个内部构造以及进气系统方面呢都进行了升级 这也让它这一具引擎的这个最大马力提升至 780 PS 同时呢它的这个安装高度啊 相比起 F8 Tributo 也是低了一个 15mm 也让这台车的这个重心降低了 20mm 当然不止如此 这是一台 High-read 跑车 因此它还有一个由三颗电动马达所组成的电力系统 其中两颗电动马达安置在前轴左右侧 另外一颗电动马达则是在这个中置引擎这一边 这样子组合而成呢 形成了一个高达 1000 PS 的综合马力 而搭配这一个 High-read 系统呢 是最新的这个 8 速双离合 F1 变速箱 那这个 8 速变速箱呢 它相比起之前的版本呢已经是轻了 7 公斤 但是在这台车身上因为它是没有 reverse gear 的 它的这个 reverse gear 已经整合在前轴的电动马达身上 这也让这一具变速箱进一步减重总共 10 公斤那么多 那在这样的一个整合之下呢 这个动力系统它的 0 到 100 加速只需要 2.5 秒 0 到 200 的加速为 6.7 秒 比我车 0 到 100 还要快 那它的这个急速呢是 340 km per hour 比起 La Ferrari 是慢了 10 km per hour 但是这一台车在这个 Ferrari 本身的 食人赛道测试之下呢 它的这个赛道的圈速是比 La Ferrari 还要快 1 秒的 SF9X Stradale 备有 5 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 E-Drive Hybrid Performance 以及 Qualified 那这当中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E-Drive 模式啦 因为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它纯粹用前轴的 2 具马达来行走 在这个时候其实这辆车就是一辆前驱车 对 你没听错 它是一辆前驱的 Ferrari 这个前轴由被称为 RACE 的系统控制 它能够自动调节与分配前轮的动力和循迹力 来提升一个操控表现 那这台车的这个电子容量为 7.9kWh 在 E-Drive 的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纯粘巡航里程有 25 公里那么多 坐进这个 SF90 Stradale 的车厢里面 整个就是到处都是 Carbon Fiber 的感觉 除了这整个满板都是 Carbon Fiber 以外呢 方向盘也是 Carbon Fiber 然后这个 Pedals 也是 Carbon Fiber 中控台 Carbon Fiber 这整个中央置物格都是 Carbon Fiber 同时呢 这个标配的这个铜椅啊 它也是以一个皮革混搭 Carbon Fiber 材质打造而成 这个座椅啊 一张就轻了 4.5k 公斤 所以两张就轻了 9k 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它前方这个 16 寸的 Digital Meter 这个是个全数码的液晶显示屏啊 它还是一个 Curved 的 Design 然后它的这个介面设计啊 就让我想起一些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 Screen 的设计 很有未来感的感觉 同时呢 这个方向盘的这些按键呢 都从原本的这个传统的实体按键 变成了一个 Touch Screen 这样的这个配置 包括它的这个 Engine Start Button 呢 也是一个 Hot Touch 的这个设计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这个 Ferrari Roma 就已经见到了啦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算是 Ferrari 最新的一个设计风格 比较有科技感的感觉 包括这个 Manettino 驾驶模式的这个旋扭呢 它都是稍微比较现代化了一点啦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还是一个旋扭的设计 但是它的这个 整体的呈现呢 都是比较科技化一点的 不过在强调科技感之余啊 我觉得中间的这个电子排档杆的设计 就比较复古了一点 其实这个充满了 Chrome 的这个电子排档杆呢 它中间的这个 H-Gate 的设计啦 是向经典的手排 Ferrari 的排档杆致敬的一个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钥匙其实是一个 Ferrari 的 Logo 它其实和外面的那个 Ferrari Logo 是一样的尺寸的 这个也是 Ferrari 最新的一个设计 那作为尊贵的 Ferrari 车主啊 你其实是可以进行任何的这个客制化的 包括选择方向盘的颜色啊 皮革的材质啊 甚至是轮圈的设计等等等等 只要你想得到 它们都能做到 而且这个位于 PJ 的最新的 Ferrari 秀入嘛 它们还有这个 Configuration System 你可以透过这个系统率先预览 你所客制过后的这个 Ferrari 新车的样子 是还蛮特别的啦 全新的 S19 Stradery 在我国的售价为 190.08 千令吉 当然这个价格是不包含税务 以及这个客制化的选项的 那其实 Ferrari 是有个传统的 就是在这个客制化的部分呢 其实是有个基本价为 20 万令吉 所以加到来呢 这台车的这个起跳的价格啦 大概是在 210 万令吉左右 S19 Stradery 在我国可享有 7 年的保固期 以及 7 年的免费保养计划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混动超跑如何呢 它是 Ferrari 的手台 PHEV Ferrari 手台量产的 Hypercar 还有 Ferrari 手台有 E-Drive 模式的超跑 以及 Ferrari 手台前轮驱动的跑车 大家觉得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今天的 Ferrari 的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忘了 记得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